有一阵没见的罗志祥在搞些什么幺蛾子啊 最近罗志祥在接受台媒采访的时候 竟然说自己超爱对网友的 还说自己没有想要洗白 这两句其实还都算正常 都蛮像他之前不分场合乱开玩笑的样子 但有的话就真不爱听了 当罗志祥说到有网友说他没钱要回娱乐圈捞钱的时候 他冷笑自信的样子也是挺让人无语的 但他又补充一句 说自己是真的很爱舞台很爱表演 啊这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啊 罗志祥是不是因为爱舞台 这事儿咱不质疑 但回娱乐圈捞钱这事儿就别急着否认了吧 可能很多人对罗志祥的最后影响 停留在了2020年4月份被周扬青重锤时间管理大师吧 这几年罗志祥的事业还挺曲折的 因为他真的蛮努力想要付出的 但笑料白出 演艺事业受创后 罗志祥确实亏损了很多 媒体报道罗志祥要损失约4680万 之后还传出了罗志祥变卖豪车豪宅的新闻 台媒称罗志祥一年开销多达千万 所以才要变卖 不过之后罗志祥方都一一否认了 除了罗志祥的本职工作之外 罗志祥还有不少副业 日入百万的潮牌店 一开就是十几年 直到2019年才退出要做全新品牌 做完服装 罗志祥还去做了餐饮 化名当了蛋糕店的创意总监 凭着主持综艺的国民度 以及影视歌三项全能的实力 才能在当年赚了那么多原始资金 罗志祥经历了唱片业的兴盛与衰退 经历了内地综艺蓬勃发展与献心令 罗志祥凭借着大家对他的喜欢 的确捞到了不少的钱 但光看罗志祥早些年赚到的钱 以及投资方向 只能说大多数还是都以享受为主 日子滋润 或许就像台媒报道的那样 要靠变卖资产才能维持曾经的奢离吧 罗志祥始终没能守住观众对他的信任 比他有实力的歌手和演员可太多了 大众是不会等着他的 也奉劝罗志祥一句 回圈赚钱并不可耻 搞妖娥子又不承认观众就只能送上嘲讽了